演唱 李宗盛 彼此年少的一人倾劳 未言人间伤有心跳 天地问而你 瞬间知多少 就三千落水 欢泄浪 人无常渺渺 凡事人笑笑 凡事爱结 凡事纷扰 人浮生渺躁 全部跳摇 就三千繁华 是些老 我白妖今日 必须硬闯仙山 不得仙草 绝不罢休 你此去九死一生 一定要小心啊 为了徐轩 随死不悔 小白 你一定不能有事 终于找到你了 肯定是你 别跑啊 这 这怎么不是仙草了 难道这就是 仙鹤姐姐说的考验 危险 别去 快回来 徐轩 你说什么 小白 快回来 危险 小白有危险 我就说过 不应该让他一个人涉险 不行 我得去彭埃仙山帮他 小青 他说的只是梦话 别添乱 可是小白万一有危险 小白 小白现在有危险 他已经陷入了幻境之中 凌楚 你替我去救他 凌楚 我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 凌楚 凌楚 替我去救他 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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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去救他 齐香 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的头好痛啊 徐轩 淳衣服 小白真的有危险 我得去救他 小青 你留在这里照顾许轩 我去 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了谁照顾许轩 齐香 小白 小白 你千万不能有事 许轩 你只是个凡人 毫无法力 怎么会知道小白会有危险呢 宋师兄 如何 见到许大夫了吗 冷牛卧病在床 整个钥匙宫束手无策 难道他不念旧情 不愿替咱们大小姐医治吗 我连许大夫的面都没见着 他竟如此绝情连面都不见 那倒没有 徐府内外气氛诡异 连个隐门的人都没有 我正犹豫着 忽然看见齐香少夏 行色匆匆从里面跑出来 拉住一问才知道 原来 许大夫也病了 而且昏迷不醒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许轩病了 这会免太凑巧了吧 就是啊 我本来打算进去看看 可齐香少夏说 这徐府内有什么 什么结界 普通人连进都进不去 只好先回来了 师妹 大小姐 只不过是染了点风寒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大小姐 你倒在房中 看起来像身中剧毒一样 可不止风寒这么简单 宋师兄听你把了脉 可是始终查不出病因 我想还是请许大夫来 这样大家才能安心一点 师妹 我没事了 你们出去吧 我说了我没事了 你们出去 师父 姐姐防得住别人 还能防得了我吗 速速去徐府谈个究竟 祖姝塔 这里是九夕山 不行 不能让蛟龙逃跑 看他 属于 不行 你不能走 你会害了子萱的 是啊 我又回来了 这一次 由我来祭所要他 千年了 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改变这一切了 子萱 是你吗子萱 经过了千年 你还不知道事情的轻重吗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走 你快走 你不能待在这儿 你快离开这儿 这一次无论任何 我都不会让你魂飞魄散的 千年前我没有办法改变 千年以后 我一定要为你挡下这一劫 这一劫 你我都躲不过的 你生气它 只要我献祭我自己 你就可以活下来 不是 走啊 从前 从前 自宣 带好了 从今把这一次 这一次你可以全身而退了 九 九 九 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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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你要找的人 这里是蓬莱幻境 白一一 你清醒一点 不 千年辰的错 我现在终于可以弥补了 我不能眼睛睁的 再看他为我牺牲一次 这次我弥补他 我要救他 凌楚 这千年辰的痛苦一直知道的 现在无论如何 我当然要救他 这全是你的心魔 今日 你若无法战胜心魔 你便永远无法走出这个幻境 难道你忘了 许萱还在等着你回去 别过去 子萱 若不是因为你 千年前 我就不会魂飞魂魄散了 我不该留下 我应该离开九溪山 让舅可以祝你生仙度劫了 你放出了蛟龙 才导致了那场浩劫 因为你的私心 我动了情 才要散尽仙灵 以身祭祷 原来你早就知道 是我让你动了情 难道你就没有一丝愧疚吗 你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明白了 是我欠你的 今日 我就把我这条命 交给你 白妖妖你清醒一点 这全是假的 你明知世上不可能还有第二次机会 为何还要执迷不悟 这一切 不过是用来蒙蔽你心智的幻境 你快醒醒 醒醒啊 是我欠子轩的 都是我欠他的 血魔歪道扰人心智 今日我蹊跷 就替苍天烧了你 不要 住手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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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瑶瑶 你仔细看看 这一切 不过是你的心魔在作祟 是我自己养出来的心魔 他已经纠缠我许多年了 凡是因果轮回皆有定数 你又何必执着于过去 自困于心呢 这个心魔 上千年折磨着我 他不断吞噬着我内心的痛苦 愧疚 软弱 我始终无法挣脱他 若不是你今天出手的话 我 这聚魂灯总算恢复正常了 一定是齐霄及时赶到救了小白 这说明小白一定是安全了 徐轩 你可一定要挺住呀 小白马上就会回来 等他取来蓬莱仙草 就一定能解除你体内的蛇毒了 看来师兄颈尖的伤 是被蛇所咬 那这么说 师兄不仅仅是看到了白摇摇的真面目 还被他发疯咬伤 还被他发疯咬伤 难怪白摇摇要来药师宫 兴师问罪 原来是他咬伤了师兄 所以迁怒于我 白摇摇和齐霄都不在屋里 只留小青看着师兄 想必二人是去采药去了 白摇摇 这辈子 你是注定得不到师兄的 是你再怎么挣扎 也是枉然 听说你与那白摇摇也算是旧时了 没想到她竟吓死狠手将你善成这样 摇就是摇 凶残诚信 多年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 多谢路通仙子出手相救 二位尊者不好 那白摇摇已经闯过幻境 朝着望与他而去 糟了 他怎会查到仙草的位置 这白蛇实在狡猾 白草仙君不在 若仙草丢失 你我都脱不了干系 不行 我需立即前往 万不可丢失了仙草 你身上有伤 对付白摇摇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且慢 我身上的伤不要紧 我与你共同前去 联合对付他 既然如此 那便再好不过了 我们走 前面就是望月潭 我一路寻找仙草的栖息前来 不会有错的 没想到蓬莱山上 也有如此绝美的景色 望月潭之美 乃是天上人间罕见 是九重天中 数一数二的美景 我听闻 潭中有上古异兽 危机重重 四闯蓬莱本来就是我的意思 跟你没有关系 你助我逃出幻境 一数不易 若再涉险前往的话 只怕 许萱正等着仙草救命 眼下哪有时间 考虑其他事情 我既然来了 就一定会帮到底 可是四闯蓬莱 可是重罪的 人命关天 你别再劝了 找仙草要紧 我与许萱命中注定要遭此一劫 可齐萧不同 她总有一天 会以凌处的身份回归仙位 我不该连累她 不行 前路险阻 一定要想个办法 让齐萧先脱身 不可怜她也绞进来 我们的行踪暴露了 身后有个强大奇形 是仙荷姐姐 不过好像还有其他的人 来者不善 我们速速进入妄外潭中 免得与他们纠缠不清 齐萧 你要答应我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千万不要与天界的仲仙 发生冲突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但早晚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不好 他们追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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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shrink 好 好 天呐 冻死我了冻死我了 许轩身上的寒气 怎么会越来越严重了 小辉 好了没有 快一点 来了来了 快点快点 这边这边 放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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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慢慢守着 沈君 这是刚过了端午 怎么会这么冷 我觉得这事 肯定有蹊跷 你看啊 这外面日头正旺的 一点都不冷 唯独这间屋子 寒气逼人的 我都快结冰了 这些寒气 都是从许轩体内 传出来的 山君你看许大夫他 跟个千年冰山一样 小辉不行 咱们得想个办法 把这屋子 弄得更暖一些 不然小白没回来 许轩就冻死了 那我再准备几个火盆 我给许大夫 弄一串冰沸 好好好 你快点 好好好 小白 你快回来呀 你要再不回来的话 许轩恐怕就撑不住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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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究竟是何处 为何四周 竟是苍亡一片 连风雪 都如同历刃般春心刺骨 你我之间 难道已经到了倒戈相像的时候了吗 哼 虚 徐轩身陷危机 是除掉他的最后时机 我之后 我会许车身陷队 我会许轩身陷队 我会许轩身陷队 元神才封印而成 耗尽千年 许轩才得以再世为人 一旦他生死 这结界也就再也无法破除 以你之能 难道还破不开五处结界吗 你未破结界 连入身都稳固不住 元神也毁得七七八八 我若是就这么破了 你颜面何存啊 一方妖帝 只会逞些口舌之能吧 我也不欲与你多言 眼下许轩必须活着 看来你早就打好了如意算吧 当初你只是逼走了许轩 根本就没打算杀他 看来你瞒我的 不在手啊 眼下只剩两处结界 你只需记得 一旦你杀他回我大业 也休怪我无情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你我二人相识 何止千年 我对你 向来都是知无不言 难道你不想放出黑蛟龙 赢回你们龙族的守护神吗 前面有人 太好了 兄台 烦请留步 我在这水中迷了路 不知身在何处啊 来 这都怎么样了 我怎么把车子都慢了 你终于来了 等了你很久 你究竟是谁 你是人还是妖 你为什么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难道 将我困在这里的 是你 你真的忘了 你不该忘记的 兄台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我本就是一人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神君 徐大夫越来越冷了 怎么回事啊 我看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再给他找个大夫吧 你是不是傻呀 全力安城 最厉害的大夫就在我们眼前 上哪儿去找更厉害的大夫呢 那 那总不能看着他死吧 我实在不明白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灯怎么忽灵忽暗的 赶紧想办法呀 你 许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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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挺住 你说过 要护着小白一生一世 你若死了 谁来护着小白 小白为了你 连九重天都闯了 你不能让他心血白费 诶 许萱 你没事吧 我的法力 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我们一定得守住聚魂灯 好啊 聚魂灯一面 许萱 必死无疑 好 小的们 都进来 你叫我们呢 师父 神区 这灯有点不对劲啊 快 撤出法力 老师 神区 这灯有些古怪 我们突然就没劲了 怎么回事啊 死气 什么死气啊 这聚魂灯 散发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烧有不慎 就会丧命 可这是聚魂灯啊 理应是 充满生机源源不断啊 许是许萱 遇到了什么我们想象不到的凶险 所以 才会呈现出这股死气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 您在这守着 我去掏乱石岗 神区 你去那儿做什么 这附近法力高强的妖怪 只有黑山老妖呢 我去求一求他 不然 不等小白赶回来 许萱怕是挺不下去了 可他与你素有过节啊 就算他知道如何镇住这聚魂灯 也不会告诉你啊 是啊 只是听我的 我只求你们定要护住许萱 山君 你小心点 小慧哥 黑山老妖 他素来诡计多端 他不会算计咱山君吧 咱们还是乖乖听山君的话 照顾好好徐大夫吧 好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倒是逍遥自在 无事不登三宝殿 白帝今日怎么有空 来我九七山造访啊 你少装糊涂了 你明知道聚魂灯中 藏有子萱的神识 你还轻易地将他交到齐霄手中 你这到底是何用意啊 子萱的凡间历练 命中注定有此大劫 我是不忍见他就此撒手离世 才赐齐霄聚魂灯 以救他性命 岂止是救他性命 你难道就不知道 子萱和许萱神识相通 已经互相影响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早晚会闹出大乱子 我也没有想到 子萱的气息会如此强烈 居然可以冲破聚魂灯 与许萱 在神识中相互交流 我把话可说在前面 聚魂灯虽是齐消取早的 但错不在他 将来如果出了什么差池的话 你可不要将这个错 赖在他头上 你该为你的好徒弟子萱收成 说了这么多话 多了这么大的圈子 你无非就是为凌楚脱罪罢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他何罪之有呢 你倒该担心子萱 万一许萱想起以往的种种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 谨慎起见 如今只有收回聚魂灯 将其打碎 彻底封印住子萱的神识 以免节外生枝 那白妖妖 前往蓬莱盗取仙草 你觉得有几成把握 此事倒难以预料 这条白蛇 不好对付 你看 那才是仙草 藏在望月潭中 这水 透出阵阵清澈透心之气 不同于寻常的潭水 百草仙均将仙草放在此处 必有深意 带我进去探查一番 以防有诈 不行 来不及了 我们得速战速决 慢着 这 这是 潭中是化妖水 方才你若是不小心 沾了这水 扎眼间便会化入入骨 遭它腐蚀 融入一滩血水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不过 你 快去仙草 仙草 大大妖孽 竟敢闯蓬莱 斗仙草 白妖妖 你明知天归森严 还敢来犯 今日我绝不欣扰 我盗取仙草是为了救人 望蓬莱仲先开恩啊 九天至宝 岂是你一句话就能要的 何况你还伤了仙鹤 罪上加罪 我劝你快快伏法 你去皮肉之苦 少给他们纠缠 我来对付他们 你送取仙草 你注意安全 兴权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枪 我拿到仙草来 这下 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我常年住在阴间 聚魂灯一世 你是问对人了 但是 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喂 我跪都跪了 你有什么要求 一并说出来 我定会满足你的 这一跪 是跪你当年 占我山头 取我百里之事 如今 你我从头清算 难道你不知道 我这乱石缸 从来容不下任何生灵吗 喂 你也是修炼千年的妖狼 怎么可以言而无限 那又如何 你 今日 我就生吞活吃了你 这附近山林 再也无人敢对我智慧 黑山 这聚魂灯之事 对我十分重要 你若告诉我 这山头 怀你又如何 你 心火燃了 你不少妖气 眼下 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你 啊 来晚了一会儿 竟叫你向这么个东西下跪 你可莫要怪物 半妖半魔的东西 也敢占山为王 作威作福 今日 你大陷将至了 喂喂喂 你先别杀他 军魂弄的事 我还没有问出来呢 你想知道什么 问我便是 我 这天下间还没有什么 是我不能注意的 你还记得白妖妖吗 你还记得那条小白蛇吗 白妖妖 白妖妖 小白蛇 谁是白妖妖 总有一天 你会想起来的 有朝一日 会有人打破这个灯 你要记住 在被打破之前 一定要将灯心熄灭 这样的话 你才能找回失去的一切 这盏灯 为何如此眼熟 你可见得不错 到底什么关系 熊谭 你要去哪儿 熊谭 小白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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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死不回事 先走 拉走 快速速离开 我们一起走 不行 赶紧走吧 不行 要走一起走 我答应过小青 要带你一起离开 这里布满结界 我看你们往哪跑 快走啊 再不走来不及了 好 你不走是吧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跳下望月潭 我宁愿劝成腐烂而死 我也不愿意拖来你 快点勇 走 快走啊 再不走的话 许许就来不及了 歇赫 拦住他 歇赫 你可记得我是谁 你是离山上种花的仙子 正是 你还不快走 要不然许轩就没命了 疯了吗 疯了 疯了 마瑟 不疯了 疯了 不疯啊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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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rigerator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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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心法口诀 你可是记住了 记我是记住了 可是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要来帮我 我 我只是一个真心想要助你的人 你浑身上下毫无妖气 定是法力极强 可是风原百里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你这好人物 你突然出现 你该不会有什么企图吧 如今我空口无凭 说什么你也不会信我 这样吧 你回去之后啊 试试这心法口诀 待许轩好了之后 你再来谢我也不迟啊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要救的人就是许轩 对了 你出来也有不少时辰了吧 那许轩可还撑得住 完了 完了 岁月一抹白头 粘在指尖过程 一缕游 思念反复熬出 记忆的愁 有时间围着火候 旧城有旅行流 旧梦人在故城 夜半游走 雨光中倒映着 你的回眸 锁成眉头的轴 数六年 看天上与人间 爱难远 沧海变桑田 灭了主言 该怎么翻阅 往事的情节 断了潮心的曲线 数六年 会此次眷恋 再重写 这段聚餐篇 为青春远 千年的独牌 将飞换世界 化作云烟 流连成流年 这千年不过云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